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南美厨房 今天做一个发面千层饼 准备一斤面粉 放上3克酵母,10克白糖 先把它搅匀 用大约300克水搅成絮状 再倒上10克油 揉成面团 盖上保鲜膜 把揉好的面团醒发20分钟 再做点油酥 35克面粉 加入5克盐 2克13香 50克油 搅匀备用 把饧好的面团再揉一下 分成两份 分成两份 准备一个面剂把它搓成长条 压一下 再擀成长条 再把上面刷上油酥 撒一些干面粉 像这样叠起来 把封口处捏好 防止漏油酥 防止漏油酥 整理一下按扁 改成一张圆饼 蒸锅上垫上龙布 把擀好的饼放在里面再醒发40分钟 煮好的面饼凉水下锅 开锅后蒸上15分钟 已经蒸好了 再把它烙一下 电饼趁预热刷上油 把蒸好的饼放在锅中 上面也刷一层油 这个饼也可以不用烙直接吃 烙好一面翻一下 烙制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烙制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出锅了 用刀切开 看一下 层次非常明显 饼的口感非常软 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快去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